奇闻不知何处寻,密谈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道德经》第46章上说 莫罪于可欲,莫莫大于不知足 究莫于可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经文的意思是说 没有什么罪过比任情纵欲更大 没有什么灾祸比不知足更大 没有什么灾难比贪得无厌更大 所以只有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才是永恒的满足了 明朝嘉靖年间 长沙府东部二十里有一个叫吴寨村的小村庄 村中有一个叫吴天熙的渔夫 死人无师自通,自学一手打鱼的手艺 每次出船必定满载而归 没几年吴天熙就攒下了一大笔银子 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赵氏为妻 二人婚后恩爱和美,寝涩和鸣 小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夫妻俩本以为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然而没多久吴天熙就再也打不到鱼 一连几个月都是如此 家中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 为了缓解家中的压力 赵氏在布庄找了一份伙计补贴家用 每日早出晚归非常辛苦 吴天熙心疼妻子就让妻子辞去这份伙计 自己到村外面的大阔河上为来往行人百度 自从吴天熙百度以来 夫妻俩的温饱问题就得以解决 但日子还是得精打细算 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大手大叫 常言道怕什么来什么 没多久赵氏就患上怪病 整日不饮不食日渐消瘦 郎中来看过后留下一方补药 让赵氏好好文养不可操劳 从那个时候开始 吴天熙大部分的钱都用来给妻子抓药治病 赵氏的病情却依旧没有好转 看到吴天熙又心疼又着急 有一天吴天熙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百度 突然被妻子叫住 让她回家之前试着摸鲜鱼回来给自己煮汤吃 吴天熙面上一喜连连答应 当天下午吴天熙早早的就结束了百度 笑到河中为妻子摸鱼 这次她的运气不错 很快就摸到了一条五臂肥瘦的黑鲤鱼 正当吴天熙准备向上游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的右脚被人扯住 她心中一惊 猛的发力朝船上游去 没多久就坐在了船上 她低头向下一看 发现抓着自己的是一只干酷的黑手 她拿起船桨朝黑手一拍 黑手立马折断 下面的事物浮了上来 原来是一具浮尸 吴天熙不敢多待 立马划起船脚往回赶 这时黑色的浮尸 源源不断地从水里冒到水面上 不论吴天熙朝着哪个方向走 他们就会紧跟在吴天熙的船后面 就像是跟在一个故人身后一样 幸运的是那些浮尸 没有丝毫要攻击吴天熙的意思 吴天熙一鼓作气 直接划着船回到了岸边 抱着鲤鱼就往家赶 从那天开始吴天熙只要出现在船上 那群浮尸就会围绕在她的船周围 久而久之就再也没人敢去坐吴天熙的船 她再一次失去了经济来源 眼看着妻子的病因为没钱抓药而愈发严重 吴天熙心头活气 直接将那些浮尸从水里抓出来 一把火烧掉 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烧掉浮尸后 吴天熙开始有了收入 赵氏的身体也渐渐恢复 吴天熙心里高兴 变得更加勤快 每天一大早出去 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一天晚上 吴天熙正准备收工回家 突然见到河对岸有一个道士 他立马将船靠过去 问道士是否要过河 道士点头成事 吴天熙请道士上船并表示 今日他心情好 就不收道士钱了 道士笑了笑对吴天熙说道 贫道谢过施主好意 只是施主你命不久矣 吴天熙听后 立马黑下脸破口大骂 他骂累后 道士问他可还记得 无人药临终前的吩咐 吴天熙文言身体一颤 思绪飘回到了从前 道士口中的无人药 正是他的爷爷 他爷爷是军人出身 之所以在吴寨村中定居 就是为了守护他那帮 战死在村外的战友们 临终前 吴仁要告诉村子 他的那帮战友 中了敌方的诅咒 变成浮尸 若是吴天熙见到了 一定要好好掩埋 不可造次 然而吴天熙对爷爷的 严格教导怀恨在心 当时答应下来 又马上抛诸脑后 这才有了之前火烧浮尸的事 吴天熙回过神来后 盲问道士该怎么办 道士表示 那群辅尸被烧掉后怨气不散 已经对吴天熙施了重 而他的生意好准和妻子痊愈 则是那群辅尸对战友之孙的最后照顾 二人很快就会遭到报应的 吴天熙面如死灰 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发现船上已经没了道士的身影 没多久 吴天熙和妻子双双身亡 不可否认人都是有欲望的 但是如果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 就会变成贪心 本可以和和美美的过外余生 但正因为贪心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佛说做人不能太贪心 贪心容易遭报应 贪心的人无论在哪里 都不会被生活殆尽 贪心的人一般都是虚情假意 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 贪心的人往往也是口门至极 就像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我向来最讨厌的人之一 就是贪心的人 所以坚决不允许他们 进入到自己的生活中 而我自己也一再警示自己 控制欲望不要贪心 如此才能坦然自在地 过好自己的一生 人的一生除了健康平安 是必需品之外 其他的都是可有可无 可有的东西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 就算脸价也值得珍惜 可无的东西若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换来 就算得到也不会长久 人生不长 生命就一次 如果耗尽生命换来的只是虚荣 浮华产媚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人活着如果过得踏实心安 可以不要名和利 人活着健康平安 就算一生平反又何妨 人可以有欲望 但是要适可而至 如果为欲望而活着 就会成为欲望的傀儡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应该为内心的真实而活 人生之路走下去 别被欲望绊住了脚步 把贪心止住 活得真实 人生中的财富便会随之而来 荣辱不惊 笑看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 云卷云书 一辈子不长 想要坦然自在地过好自己的一生 就不要做太贪心的人 人心是一片静美的田园 唯有用知足 才能耕出真正的财富 佛教告诉我们 要懂得福慧双修的道理 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可以证悟成佛 就是因为其在无事节以来 便开始陪福陪慧 当福慧圆满时 也就证悟到佛的境界了 我们在三波一中 听到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波一佛两族尊 这两族就是福慧巨族 佛陀虽然鼓励我们修福 但却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修福的同时一定要修慧 如果没有智慧 那么所修来的福报 也会成为你堕落的因 在佛教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兄弟二人出家修行 哥哥常修苦行 坚持走修慧这条路 而弟弟则广行不失善事 为自己培养福报 两个人都互相认为自己的修行方式是不对的 并坚定地按照自己的修行方式生活 在后来的轮回转世中 哥哥因为往昔修行智慧的缘故 很快便证得了阿罗汉果 但是因为哥哥在过去不肯修服 没有布施 所以证得阿罗汉果为的哥哥 在脱波气时时 常常夺不到食物 孔子波回来 长时间地忍受饥饿 而弟弟因为往昔常常陪福不失 但是却不休智慧 所以投生成为了一头大象 并成为了国王的坐骑 因为往昔种下了福报的种子 所以这头大象保住鹰洛披身 吃着最好的食物 有着最好的休息场所 还有一大堆仆人伺候着他 享受着无尽的美好 待遇佛陀 可以看到这浅因后果 便告诉了弟子这个缘由 并让弟子们懂得 福会双修的道理 这个故事也成为了 一佛祭流程下来 祭子说道 修福不修慧 大象待阴落 修慧不修福 罗汉托空波 在现在有很多的达官贵人 常常去寺院里头烧头香 这一炷头香就好几十万 这是修福 但是以什么心修的呢 不是智慧 而是贪心 他为什么要上这么贵的头香呢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今年求佛保佑身官发财 我供养佛一百万 希望我将来可以得到一个亿回来 佛教常说舍一得万宝 而他想要的不是舍 而是万宝 是这种贪心来烧香的 如果烧香什么都得不到 那他就不去了 虽然他肯修福 但却是在用贪嗔痴的心来修的 尤其是听到舍一得万宝这样的事情 更是来劲了 这么一本万里 哪个生意会比这个生意好呢 但是如果带着这样的贪心去赔福修善时 便是为自己种下多恶鬼道的因啊 到时候要到鬼道里面做个福德鬼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过去曾经种下了这个福报 但是贪心强烈又感召到恶鬼道 所以就要到鬼道里面去享福了 就像我们常常见到的城隍庙 土地庙等等 都是福德鬼的居所 鬼道里面福报大的就做城隍 福报小的就做土地神 可以时常得到人们的供养和恭敬礼拜 这就是曾经做下过赔福的因 不仅恶鬼道有享福的 畜生道也有享福的 你看我们现在人养的宠物真享福 吃的比人好 住的比人好 一家人都疼他爱他 哪怕是家里人彼此不合 但对这个宠物却是十分爱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因果夜报都是真实不爽的 我们的起心动念及一言一行 都会决定我们之后的受报 所以哪怕是在赔福时 也要想清楚自己的发心对不对 有没有把心用在利益众生 和出世间脱离轮回中 如果发心不对 哪怕是你赔再多的福报 也是要不断的轮转受苦的